针对风渴通常怎么治疗呢 其实西医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因为你既没有感染 也没有说支气管炎啊 或者是哮喘啊 这些都排除的话 那它可能就让你注意休息 多饮水 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 那我们中医是有一系列的治疗方案的 在咳嗽初起的时候 我们多用新凉清洁之法 和微苦降气之法 来缓解您的咳嗽症状 那么肺在上脚为滑钙 用药以清清之际为宜 一般呢 用药的剂量也偏小 选用的锂气药也都是 比如结梗啊 纸翘啊 橘红啊 这样清清之际 那么苦味药 通常选用的 比如杏子啊 苏梗啊 就取其微苦降气的作用 在苏问里面呢 有风 淫于内 治以心凉 佐以苦干 外感肠伴有发热 所以为了退热 很多医家 在治疗的时候 会选择一些苦寒的药物 来退热 但是苦寒之药 醉意伤胃 所以切记要顾乎胃气 所以我们通常选什么 微苦的这些药物来降气 这些药物就会有关于 一支药物 我们下定的药物